一支普通的马克笔就足以让人治愈 为什么 您看看这哥们手中的笔感受一下 怎么样 是不是很治愈 如果没有 咱们再来一张 这是艺术家德纳的作品 在白纸上简简单单地划了几笔 利用线条的疏密 起伏转折 就非常扬眼 像她这样的作品 不需要解读 也不必做过多的解读 其本身的极简美学 与令人舒适的抽象画面 赋予音乐的节奏与韵律 视觉观感 赏心悦目 就足以给人以精神的治愈 有时候 艺术的创造力 并不是想法有多复杂 而是大刀之简 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 做到了常人难以企及的程度 即近乎遇到 就产生了一种 令人震撼的艺术行为方式 像德纳的创作 需要内心很宁静 手要稳 一笔下去 干净利落 一点都不带哆嗦的 这种创作方式 气定神弦 心无杂念 本身就带有几分禅意 从这个艺术家的创作 我们可以看出 艺术看似离您很遥远 其实离您非常近 近到什么程度 您自己可能都想象不到 或许中间的距离 就不过是差一只 马克比而已 戈德曾经说过 要想逃避这个世界 没有比艺术更可靠的途径 是的 在每个啃吱啃吱打螺丝的日子里 假如有艺术相伴 是何其的信愿 对于真正喜欢艺术的人而已 艺术常常在不经意间发生 这里面不需要什么红篇大论 和多么玄妙的理论与说法 只要能够享受绘画艺术 带来的乐趣 就是您的福报 可以说 在您拿起画笔的那一刻 您就赢了 听了我这一期话 您是不是要马上行动起来 毕竟在物质条件 丰富的当下 您还缺一张白纸 和一张马克笔吗